嘿大家好我是M9 可以叫我一夢或一夢 那今天是這個成長日記的第2集 這個第2集的進度其實就是第2天的進度 也就是7月13號 我打的進度 那可以看到我終於是把體力打完了 然後等級來到37等 其實今天稍微再多打一下的話應該有機會到40等 但是我覺得我今天已經花很多時間在打了 所以就這個樣子 先跟大家講一下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首先呢 今天的部分我抽了60抽 對在這個第2天我抽了60抽 那主要是這個任務的地方 他有一個任務是這個綁定的 他有一個任務是綁定這個Google的帳號 然後還有綁定這個Soulnet的帳號 這兩個任務 會有送這個寶石啦 那這些寶石也有算在裡面 然後我有稍微摸了一下活動 不過這個等下再提 反正今天大概抽了60抽 齁這個帳號真的是飛到爆炸給你們看一下 這帳號真的是飛到爆炸 那現在三星的角色呢 就是只有三隻 就是秋乃 然後這個 亞里莎然後還有初音喔 對 飛到爆炸 真的是飛到爆炸 不過 值得慶幸的是我抽到布丁了啦 那 今天的布丁其實是這個 我一開帳號的時候 然後抽那個免費10抽就出來的 所以從今天開始 從第二天開始 所有推的關卡 我都有這個布丁啦 就是有布丁可以使用了 這個樣子 好 那 總之呢 這個角色的部分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目前有練的角色 大概是這些啦 現在可以看到我練的角色 突然變得很多 是因為 我今天把地下城 硬推掉了 那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地下城的地方 先講推圖的部分好了 那我現在的這個推圖的進度是來到這個 第六章了 我已經推到第六章了 在37等的時候 其實 跟我當初第一次玩的時候比 真的差蠻多的 就是 知道很多事情之後 很多的狀況都知道要怎麼去處理 是蠻好 那 有看第一集的話就會知道 我是從第三章開始的嘛 對 就是第三章這邊開始打 抽到布丁之後把布丁練起來 這邊的關卡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的星數 可能之後 才會來補吧 因為 就有點懶 可是三之八的時候有稍微卡一下 但是也 還好 其實三之八卡的主要原因是這個 這個 燕鼠啦 那個時候燕鼠打太痛了 所以導致說 我的陣容會倒 那個時候是用 像 這樣子的陣容 我那時候是用這樣子的陣容在打 就是有扛不住然後導致這個 可可蘿 倒的狀況那個時候 所以我回頭農下裝備 那回頭農下裝備之後就 就過了就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繼續推 然後 推到這個 四之四 對 這個四之四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也有卡關 但是這個地方卡關其實我 破解這個地方卡關的方式比較特別一點 那這個地方卡關我那個時候仔細看 之後發現是我推的太慢了 我那個時候是放這樣子的陣容 就是 畫面上看到的這一個陣容 對 那我放這樣子的陣容去打的時候發現 輸出 不夠 導致說我的坦克 坦不住 就坦克要坦的時間太久了導致坦不住 所以我就把酒鬼換成這個 凱流 然後 就 順利的過關了 就輸出量就夠了 然後那一場我運氣比較好 就是 被打miss 比較多 所以又打到三星 所以這關我是這樣過的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這個從4-5開始就是擺回去 這個陣容 就是 現在後面上看到這個陣容 所以 後面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是用這個陣容去推的 那為什麼 選用這個陣容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因為 因為 其實 其實 像雁鼠啊 他們這種中距離攻擊的 方式 他有的時候會打到4位 有的時候是會摸到4位的 尤其是像 松鼠之類的 他有時候是會摸到4位的 那尤其是在你說 我這兩隻都是中位嘛 所以這兩隻站的位置是比較接近的 那新手聊聊的時候我有講過有那個立體戰場的問題 所以導致說他有時候會打4位 那所以說 酒鬼跟 跟可可蘿他們就是會輪流去扛 這個打中位的傷害所以還不錯 那前衛的部分的話 布丁其實 都很勉強 老實講布丁都坦得很勉強 布丁沒有我想像中的 硬 真的沒有我想像中的硬 不過 大小姐在補然後 酒鬼在補 還是可以硬把他補起來 所以說 這邊沒有什麼問題啊 4-4這邊沒什麼 4-4-5這邊沒什麼問題 但打過4-5之後 那個時候我的練度是全 打到4-5之後就開了這個 這幾件裝備 所以讓 角色都可以升 R4 都可以升R4 所以說 就是 在這個地方 在打到這個前面的地方把我的角色升到全R4 就是 目前上面的這個 這50的陣容升到全R4 那升到R4有什麼優點呢 升到R4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他會多一個 技能就是 2技會開啦 開了2技之後真的差 非常多 真的差非常多 因為布丁2技是補血嘛 那有 這個2技也是 大姐2技也是補血 然後 酒鬼的2技是補TP 然後 這個 柯克羅的2技是加速 是幫全隊加速 然後小坎的2技是幫自己回TP 所以 整體的這個陣容強度提升 非常多 提升非常多 那在這個4-4-5的這個地方 我就把這個 角色喔 就5隻角色都濃到R4 那濃到R4之後就繼續推 推到R11的時候才卡 那R11卡是滅團喔 是滅團的關係 就是說 R11他有太多的那個輸出 然後導致我的 坦克坦不住 坦克坦不住之後後面就連環倒 然後我就又回頭濃裝備 也沒有升 也沒有再升上去喔 我現在也是還在R4 也沒有再升上去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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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R4的時候就把這個 11推掉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就是一樣的陣容 然後一直去推啊 那為什麼在這邊練酒鬼喔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練酒鬼 因為我知道這個第4章 第5章 左右的地方會出那個魔攻的 角色會出魔攻 一個是火 就是有一個火 然後會打 中尾 是魔攻的 然後還有那個雲 會電全隊的那個雲 所以說酒鬼的盾在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打到 蠻好的效益 那升R4之後補TP補血 然後他本身的體質還可以的情況下就是 可以讓整個隊伍的穩定度增加蠻多的 所以說 我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硬推啦 有一點 真的有一點硬推的感覺 就是 沒有再顧 星數了 這樣 那在 這個 4-11 農到 這個 R4接近滿裝的時候呢 R4五件裝 大概這樣子的感覺 的時候 4件 R4四件或R5件的時候 然後我就 有成功的把這個部分推掉啦 然後一直推這邊其實都很順利啦 其實我今天原本的目的是 只是想要把這個 秘靈大樹打開而已啦 我是想要把秘靈大樹打開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第五張 推掉 那推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去 打到57 下一次團滅是57 那57就可以看到這邊這個火啦 可以看到這個火 這我剛剛提到這個是魔法攻擊的 所以用酒鬼去扛的話是還不錯 那 打到這邊 5-7的時候 滅團 我就 開始升R5 因為第五張 你打到第五張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升R5的狀態 那我就在5-7這個地方 把角色基本上都拉到R5 就是第一隊的角色 拉到R5之後就 沒有問題了 這個邊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就一路打到 這個 5-10 5-10 的地方 其實 5-10最大的問題 差這兩個猴子拉 然後 恩 對 其實這兩隻猴子最好處理的方式 是用 留下去嘲諷 或者是說 用 真布去扛 其實用真布 去扛應該是最好的 但是 呃 我沒有真布 然後也沒有留下 所以 那 就是 小看會被丟爆 小看被 小看倒了之後 然後可可蘿 也撐不了多久 然後就這樣一路倒 所以這一關那個時候是 就一路倒到前面 然後輸出不夠 導致貪UP 是這樣子失敗的 所以 恩 我在這個地方就 去農啦 我不想要練新的角色喔 我不想要再去練什麼空花什麼 去扛那個石頭 不想 所以我就去農R5的五件裝 去農R5的五件裝 還沒有農完啦 R5的五件裝其實我沒有全部農完 就是快要農完而已 但是就沒有體了 就快沒體了 體力快用完了 所以我就 恩 還是去推 因為我想說要開那個密聯 就硬去推 這樣 好 那我就硬去推 運氣比較好吧 然後這個五隻石就過了 只有小看倒 然後這個也是 這兩個也是運氣好才過的 因為你看只有一星而已 都倒兩隻以上的角色 那打到這個五隻 13的時候 真的完全打不過 因為BOSS太痛了 他會直接把我的 這個 都秒掉 所以呢 恩 我就去升了星啦 我就直接硬吃女神石 把這個 酒鬼跟 可可蘿升到二星啦 其實 這個動作有點虧啦 老實講這個動作有點虧 你如果是真的 恩 新手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看看不吃 但是我想要 在第二天 因為現在是地下城加倍 我想在地下城加倍的時候 趕快開到下一階 難度的地下城 所以我就 把這個 兩個都升上三星了 這兩個都升上二星啦 這兩個都升上二星之後 那升上二星之後 坦度提升蠻多的 所以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就 過了啦 還是把他硬打過了 好 那硬打過了之後呢 就是 再來就是到第六章嘛 那第六章基本上要幾乎推完 才有辦法上R6 才有辦法上R6啦 所以 就體力不夠了 就沒有 繼續推就推到這裡 那六隻四其實是 倒坦滅團啦 六隻四其實 布丁會倒 所以說 恩 我接下來的計劃就是要把 角色 目前啦 都農到 目前可以農到的最多 因為 可以看到我這邊 其實角色都還有 缺裝備都還沒有農完 所以 應該是會 明天啦 明天應該是會先把角色的 這些都 升一升 都升一升 這個樣子 好那 今天的推圖的部分 大概就是 到這邊啦 再來還有 活動 其實我去 稍微摸一下 活動 我發現 活動的這個 異常的簡單 就是 Normal的關卡 非常簡單 真的非常簡單 就是 對 20幾等就有機會可以過 20幾等就有辦法過這邊了 所以這邊應該是蠻簡單的啦 讓我對下一次活動可以開完四箱 稍微有一點的自信啦 只是我沒有想到活動的Normal居然是真的這麼簡單 好 那其實 前進的活動我就是打算把病交拿到就好 沒有要繼續打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探索跟地下層的部分 現在有探索吧 那探索的話 這個 Lv3 打不過 對 Lv3打不過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目前的法攻 只有 凱流 目前的魔攻只有凱流 那凱流的輸出量 不太夠導致說 我打那個物防的恐龍 有一個物防的恐龍 這一隻 好這一隻物防的恐龍 打的速度太慢了 打的速度太慢了 然後後面又有一堆這個巨蟹騎士 就直接把布丁戳死了 所以 這一關以我目前的練度來說 是打不太過的 是打不太過的 所以我就 打這個Lv2的 但是mana冒險的這個就沒什麼難度 這個就真的沒什麼難度 這個就很簡單 AUTO就過了 這樣子 所以明天的話我會希望 看有沒有辦法 過這個Lv3啦 或是甚至 看有沒有辦法推到 7-1 就會開Lv4 這樣子 所以探索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然後地下城的部分呢 因為地下城現在是加倍嘛 mana加倍還有8天 所以 我應該會盡量去打 就是哪一階的 就是去打哪一階的 那可以看到我這個HARD已經 過了 我HARD是已經 過關了 對我第二天 我第二天就把HARD推過了 因為我租那個 聯盟的黑棋 我租聯盟裡面的黑棋 黑棋是50幾等的 我記得是57等吧 57等的黑棋 然後硬是把這個HARD的BOSS推掉了 所以我才會 又額外的練了這麼多的角色 就是為了推HARD 好 那這個是我這個 帳號 這個新手帳號 第2天的 進度啦 那稍微幫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說 冒險的部分 推到這個第6章 6-4卡關 所以 接下來打算 回去農 然後 角色的部分 抽卡的部分 超級非 現在 還是只有這三隻 這個三星角 這多一隻三星角而已 然後 值得慶幸的是有拿到布丁啦 如果沒有拿到布丁 我覺得如果 沒有拿到布丁的話 佩可可能要 真的要吃女神石上去 對佩可要吃女神石上二星 甚至三星 不然 不然我根本就 根本就沒有辦法打 因為那個 太痛了 其實 Normal的關卡 就是冒險的 冒險關卡比我預期的還要難 比我記憶中的還要更難啦 就是我當初沒有覺得這麼難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重新打一次的時候 發現說 這關卡居然是這麼難 我之前都沒有注意到 可是我之前有抽到黑棋吧 我之前其實很早就抽到黑棋 就 黑棋去彈的話就很輕鬆 但是沒有黑棋的話 沒想到沒有黑棋 居然這麼的難受 但是 好不好還是過了啦 還是過到第6章的部分 而且我覺得 繼續往下吞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就是繼續用布丁攤啦 哪天真的談不住了 我就女生石把他上三星角 目前的打算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 就是 以上就是第2集 這個第2天 我打的 這個量 那前面幾天 每天會打的東西 會增加的量會比較多啦 所以剛開始 這個系列剛開始 會更新的 比較平凡一點 那之後可能會漸漸的 趨緩 因為 就 每天增加的練度沒有這麼多了嘛 就沒那麼多東西好講 那主要的話 當然還是希望把這個 冒險 主線推完了啦 那競技場的部分 我是還沒有開始打 可是競技場 我應該會 就是 呃 再加倍 就是 公主技還有的時候 先看能打到哪裡 這個樣子 就是 這樣就可以去 拿這些石頭去抽公主技 所以預計明天才會開始打 競技場 好 那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OK OK